大家好,我是魏之超 这期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个生理指标 静息心律 这个生理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你会不会成为一个罪犯 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在犯罪学上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人更加容易犯罪 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他问的其实是罪犯有没有可能是天生的 会不会有些人只是因为天生就具有一些生理上 心理上跟常人不太一样的特征 他就更加有可能犯罪呢 这样的因素其实还真的是存在了 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低静息心律 静息心律就是在不运动的时候 在日常状态下休息的时候你的心跳频率 那低静息心律就是在日常休息的状态下 心跳特别的慢 已经有不少的证据发现 很多暴力罪犯都有静息心律偏低这样的生理特征 剑桥大学犯罪学家大卫法林顿做过一项研究 他分析了好几十个可能与暴力行为有关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最后发现对暴力行为最强的预测指标 就是低静息心律 在这个研究发表之前 科学家发现过的最强的暴力行为的预测指标 就是父母犯罪 也就是父母如果有过暴力犯罪的记录 那么孩子未来暴力行为也会更加的频繁 但是低静息心律对于暴力行为的预测能力 比父母犯罪这个因素还要更强 那么心律多低才算是低静息心律呢 我下面给你一个参考数据 你也可以照着它评估一下自己算不算是低静息心律 静息心律这个指标是会随着年龄增长发生变化的 男女之间也有差别 我帮大家找到了一个最全面的统计数据 这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采集了4万多个样本统计之后得到的数据 现在你在屏幕上看到的这张图 是男性的静息心律随着年龄的变化 横坐标是年龄 纵坐标是脉搏 也就是每分钟的心跳次数 图上的那条实线是脉搏的中位数 中位数的意思就是有一半人心跳的比这条线要更快 另外一半人比它更慢 然后中位数上下50%的人的脉搏 都处在图中深紫色的那个区域里 另外有90%的人脉搏都落在浅紫色的这个区域里 刚才这张图是男性 那么现在这张图是女性的静息心律数据 大体上来说 女性的心跳是要比男性更快一点的 这是因为女性的心脏体积平均来说更小 心脏每次收缩 蹦出的血量要比男性少一点 所以要用更快一点的心跳频率来补足公血量 那么有了刚才这两张图 你现在就可以测量一下自己的静息心律了 看看大概是处在人群的哪个范围里 测量静息心律的方法是坐下来休息4分钟 然后拿个秒表来测量每分钟的脉搏次数 如果你有智能手环之类的设备 也可以用设备来测 不过好像都不太准 还不如就按着手腕来数数 那大致来说如果你的心跳速度是落在了浅紫色区域的下方 也就是比95%的人心跳都更慢 那差不多你应该就算是静息心率相当低的人了 不过如果你是一位专业运动员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静息心率都是普遍偏低的 那么我自己的静息心率是每分钟心跳65次 我现在41岁落在了涂上深紫色的那个区域里 可以说是非常的主流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重口的 有点失血 但看来从静息心率这个指标上来说 我并没有成为暴力罪犯的潜质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说明 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暴力罪犯 都有这种低静息心率的特点 其实只有那种冷血型的暴力罪犯 心跳才是特别慢的 笼统的来讲 暴力罪犯大致有两种典型 一种是热血型 一时兴起冲动犯罪 这种罪犯的大脑 通常都有那种控制方面的问题 这些人就是一冲动起来 就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犯下了罪行 他们的犯罪过程是缺乏计划的 是激情行为 而另外一种暴力犯罪 就正好相反 是冷血型的 那种罪犯是头脑非常冷静 能够非常周密的规划他的犯罪细节 精心挑选受害者 非常冷静的实施犯罪 很多那种连环杀手 就都属于这种冷血型的暴力罪犯 我们都说连环杀手非常的变态 听着好像他们是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实际上连环杀手变态的是他们的欲望 但他们的杀人手段和计划 其实是非常的缜密 非常的冷静的 通常心跳很慢的 就是这种冷血型的暴力罪犯 所以严格来说 我的体制是没有成为 这种冷血变态杀手的潜质 神经犯罪学之父阿德里安·雷恩做过一项分析 他汇总了5000多名儿童的数据 结果就发现 与低禁息心率最密切相关的是 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反社会行为简单来讲 就是那种不把别人当人看的行为 什么故意伤害了 虐待了 乃至于抢劫杀人放火 这样的一些行为 刚才说的那些变态杀手 那些冷血型的暴力罪犯 在反社会行为的测量里面 得分往往都是非常高的 他们就是最极端的反社会者 所以低禁息心率其实是与反社会行为 与这种冷血型的暴力罪犯之间 有最明显的关联 但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些低心率的人 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呢 阿德里安·雷恩在暴力解剖这本书里 归纳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叫做无畏理论 无畏就是不会害怕那个意思 低禁息心率的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是非常不容易紧张焦虑的 他们不太容易感觉到恐惧 有一种研究是把受试者 放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环境里 比如去跟陌生人会面 或者是要求他在短时间内 做出一系列数学题 结果就发现 那些低禁息心率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会表现得更加无所畏惧 无论那个气氛有多紧张 他们都是不慌不忙的 而那些禁息心率比较高的人 在这种场合里就会表现得很慌张 看来心慌这个词 真的是可以按照表面意思来理解的 那我们刚才说过那种反社会的冷血型暴力犯罪 是需要很冷静的 无所畏惧的这种心态 去实施他们的那个犯罪计划的 那么他们这种无所畏惧的心态 很有可能就是由低禁息心率来支撑的 这就是无畏理论 第二种观点是共情理论 有研究发现 低禁息心率的那些儿童 他们的共情能力是比其他的儿童更差的 缺乏共情能力就意味着 他们很难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人着想 他们很难想象那种被欺凌 被殴打的那些感觉 所以这些孩子也就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我不把你当人看 因为我根本感受不到你是一个人 第三种观点叫做寻求刺激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 低心率是一种兴奋度不够的状态 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 会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低禁息心率的人 会比一般人更爱寻求刺激 他们只有在那些高度刺激的活动里 兴奋程度才会达到一个感觉愉快的水平 所以在寻求刺激理论这个观点看来 一个低心率的变态杀手 之所以会那么冷血地谋划一个犯罪行为 恰恰是为了体验实施犯罪那一刻的热血 这就是寻求刺激理论 所以低心率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害怕 或者是不能共情 或者是为了追求刺激 也有可能是这三方面的原因都有 这里最后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那就是影响犯罪的因素非常的多 非常的复杂 低禁息心率只是在统计上 与一个人未来的暴力行为有相关性 但绝不是说低禁息心率必然会导致犯罪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其实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心理特征 生理特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 仅仅阿德里安雷恩的暴力解剖这一本书里 就讨论过不下几十种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心理生理特征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把这本书里更多有趣的细节分享给大家 好 关于禁息心率与暴力犯罪 我们就说到这里 最近我刚刚出版上市了一本新书 24帧心理密码 电影中的心理学 王家卫 李安 诺兰 宫崎骏 陈凯歌 这些大导演内心有什么秘密 经典电影情节里有什么样的心理密码 科幻片 恐怖片 武侠片里的各种设定 有什么心理学内涵 如果你喜欢看电影 喜欢琢磨心理学问题的话 那这本书可能会为你带去一些新鲜有趣的观点 你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了解一下24帧心理密码这本书 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也请你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是魏直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